嘟啦小故事 一个好孩子应该爱学习、爱劳动。 更重要的还是要诚实。 那怎样才算是诚实呢? 请听故事 诚实的好孩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旧俄国著名作家 图格涅夫的生活中。 那时,俄国除了最著名的预言家 克雷洛夫外, 还有一位叫德米特里耶夫的预言家 也很有名气。 图格涅夫都很喜欢读这两位作家的预言。 有一次,德米特里耶夫到图格涅夫家里做客。 图格涅夫的妈妈想在客人面前显露一下儿子的才能, 也讨好这位名声显赫的作家, 便对儿子说, 快朗诵一首先生的预言, 请先生听听。 图格涅夫朗诵得很生动, 客人和母亲都非常的高兴。 接着, 母亲又让图格涅夫朗诵了一首。 图格涅夫朗诵完以后, 看了看母亲, 然后对德米特里耶夫说, 您的预言很好, 但是克雷洛夫的预言更好, 我更爱朗诵他的预言呢。 这位预言家听了都没有生气, 可是却把母亲给惹恼了, 他当时就瞪了儿子几眼。 带客人走后, 母亲还惩罚了图格涅夫。 母亲边打边骂说, 你这个小笨猪, 怎么在这位大作家面前, 不说他好而说别人的好呢? 小小的图格涅夫却说道, 克雷洛夫的预言就是更好吗? 你难道叫我做一个滑头滑脑的孩子不成? 我才不呢? 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怎么看就怎么说? 妈妈, 这难道不对吗? 图格涅夫的母亲尽管气呼呼的, 但被儿子质问得哑口无言。 但他打心眼里, 在赞赏自己的儿子。 因为图格涅夫一个谎话也不会说, 一个小滑头也不要, 而是一个真正诚实的好孩子。 这种真诚和坦率正是图格涅夫的高尚品德, 正因为这种品德, 他才能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